大家好 再给大家讲一下那个ledger 连不上解决方案 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也出过一个 这里边用的是那个natch那个代理软件 它这个软件是开源的 我也没有放一些什么东西 到时候自己可以去搜搜搜那个natch软件 然后对应的去找下的地址 下的最新版本了 就是配置原理基本上都一样 就是把那个ledger的对应的进程加到代理模式里面就行 然后现在呢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陆这边应该把基本上多数的冷钱包都给 都给服务器都给办了 就是你像我这边用的 它最开始其实是ledger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后来出现了这个trezor trezor也有这个问题 我那个sipo sipo也差不多吧 其他的那些冷钱包我没用过 但是我感觉应该大陆这边把 致命的这些冷钱包应该服务器都给办了 除非这个冷钱包它们有对应的解决方案 你像ledger给的解决方案就是说用手机 如果是你连不上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 然后用那个type-c 安卓都是type-c type-c 转usb接口 然后把那个你手机上把那个梯子开开打开 然后再连接 把ledger连接到手机上 这样去操作其实是最简单的方法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这个视频上面其实有这些对应的其他博主的 你像我是用的那个natch 然后有那个走clash tone通道 还有proxy proxy 这些软件都可以 这个对应的是用mac的这些解决办法 我这边还有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说你家里如果是有软路由的话 你像我之前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几分钟就搞定了 我也没有代理软件 我就是在你像家里如果有软路由的话 嗯 就是应该这这几种插件都行 软路由应该都都搞过这个 你只需要把这个band服务器的这个域名加进去就可以了 他就是类似于代理域名 你像碰的这种服务器 因为服务器他都是需要这个不管是你对应的客户端软件也好 他都是需要跟服务器去做对接的 他连接只要一连接他们的服务器 他就会走这个代理节点 就是避开了大陆这边 直接大陆的这个IP地址 直接去访问那个冷钱包的官网 这样你过防偶像都会被屏蔽的 嗯 我给大家看一下画一个类似的原理啊 就类似本身这是你的 这样 这是大陆内地 你呢如果是去直接连接 呃对应的外边这个服务器 它是过防空墙的 基本上都是会会被办的 你呢就是需要去去先连接 呃检测到只要一检测的是连接 Ledger和Tracer 这些这种硬件简包 他先过你那个节点 然后再去访问他们对应的服务器 这样就避开了这个防空墙 呃大概也就是这个原理吧 你像我用的那个 其实这些代理软件实验的功能都是一样 就是说如果你手里有这个软路由的话 嗯可以简单的就就是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下 我是用到SSR 这个设置代理保存一下就可以 你要是用hello world hello world是在这个访问控制代理软件 这里边把这个域名加进去 或者说你passwall passwall我用的少 应该也是在规则列表这边呢 把这个代理列表 域名加进去就行 嗯 还有你像这个clash clash这里边他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time模式 就是隧道模式嘛 这样其实都一样 我这边就是用的最简单的 经常用的 就是很简单的这种东西 就是给大家再说一种办法吧 嗯 嗯